海地民众在首都太子港庇护所内等待领取食物 海地在周末两大监狱发生暴力动乱 导致数千名囚犯逃脱 当局3号紧急宣布进入72小时紧急状态实施宵警 当地民众在这场冲突后紧急逃离躲在庇护所内 不少人根本来不及整理交当 预估有一万五千人逃离太子港 海地政府针对首都太子港的西部省地区实施收紧 时段为晚间六点到隔天清晨五点直到六号为止 判借此恢复秩序重新控制寝室平息帮派手乱 东西新闻国荣新综合报导